我们为主引擎建立 我们为主和一起行 请拜祷告就也不提醒 先生赞美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参加今天的崇拜聚会 十首祷告聚会 待下属天平安 下周崇拜由 林良全球使徒网络团队主席 周神祝牧师讲道 鼓励踊跃邀请新朋友参加 在每一次的二十七祷告中 为着家中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认罪 待求的时候总是特别的感动 因为家里只有我跟妈妈是基督徒 其他的家人都还没有信主 因此我们总认为福音 很难进入到我们的家中 但感谢神透过二十七的祷告 要为我们开启新的机会 不仅妈妈的表弟第一次进到 幸福小组当中 而原本是传统信仰的外公外婆 也愿意和我们慢慢的讨论 基督信仰 感谢神 防疫期间提醒您要戴口罩 勤洗手运动增强抵抗力 虽然人跟人要保持距离 但我们跟耶稣灵聚灵 安心聚会领受耶稣真平安 三月份圣餐周时间一段哦 改为第二周 三月七号到三月八号举行 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准时参加聚会 面对疫情 更是我们要起来祷告守望的时候 祷告复兴特会开放报名哦 主题为 主啊教导我们祷告 时间在三月六号全天 内容将祝福我们在国家 个人家庭等方面经历复兴 鼓励弟兄姐妹踊跃报名参加 报名请至400良堂2.0APP 点选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为三月一号下午两点前 详情请参与周报 超自然大能运行在教会 因着过去运动受伤 使我的腰没办法做到 挺直跟向后仰的动作 后来呢 我的同事我有医治祷告 反而许多 就在某一次的晚重 更多的去领受医治 最后就完全得医治了 感谢主 创意学院春季班火热报名中 一起运动提升免疫力 上课时间在三月七号到六月二十六号 课程将有儿童及成人的芭蕾班 还有舒缓健康养生的舞蹈班 以及专业的旌旗 以色列先知舞蹈班 释放肢体恩赐敬拜神 早鸟截止时间为本周日下午两点前 鼓励弟兄姐妹踊跃报名 详请请参阅周报 研读使徒保罗杰作 圣经好好读系列课程 罗马书导读二 时间在三月八号上午 将深入了解 如何因基督的救赎称义 鼓励踊跃报名参加 有报名2020全民奉圣经者免费哦 报名时间截止为三月一号下午两点前 详情请您参阅周报 快来看看 上礼拜教会发生什么大事 幸福小组新鲜事 城武牧区幸福小组 把走充满神机奇事 因耶稣的爱 带领我们建立如家人般的关系 青年母区寒假领受学校结业啦 此次约有50位国中高中大学学生参加 不仅在寒假努力念书 还多方面学习念试技巧 素描绘画 城市逻辑入门课程 福音特训等不同领域专业课程 分别寒假时间实在太值得啦 青年寒假ES先修班 也有14位大学生 分别两周的时间 首次一起讨论编辑教材 且尝试教学教案等 蜕变为神国优秀领袖 一起向神献上感恩 充满活力的青年母区 周六国高崇拜时间一动 2月22号起周六国高崇拜时间 将调整为每周六下午1点半 地点在二楼赋堂 鼓励弟兄姐妹踊跃邀约 国中高中学生参加哦 想请请您参与周报 传递爱与祝福 青年母区暑期服务队来了 时间在7月20号到8月21号 皆有不同的提示服务队可以参加哦 让今年的暑假充实又充满意义吧 报名请到400团2.0APP 点选报名 草鸟截止时间在3月15号 下午2点前 鼓励青年母区国中以上之青年 踊跃报名参加 详情请参与周报 上周建堂奉献金额为108万元 累计至2月16号建堂奉献金额为618271万元 以上为本周教会消息 愿神祝福大家